第二 科里勒就是我们的科子 金方里面有 科里勒山 你看这个科里勒呢 藏我国广东的地方 它的石是六个角 六个角很像那个死君子 死君子也是好多角 那这个姓魏呢是为苦酸涩 性温无毒 这个是他酸 收敛酸涩的药 所以科子呢 专门是射肠致力的药 保肺调气的药 那张仲敬呢 是当然用在气力啊 就是那个拍放屁的时候 好像机关枪一样 一直不断地打气力 那个是下力 但是他没有力 他不断地排气 排很凶 这是我们用科子 就是科里勒 那这个 他这个真权呢 破胸壳阶级通力经验 止水道 能让头发变黑的 现在只要 只要让头发变黑 都是很热门的 或让很瘦 都是很热门 这个大明呢 他说第二段下方那边 大明这个解说的 丽人呢 下力的病人呢 肛门很急痛 理疾厚重 产妇有阴痛 都可以和那烧烟熏 用克里勒来烧烟 来熏 好 好 那个书宫 你看 这些是医生的 平常 经验 好 因为咽喉不利 含三树每身 因为他能够下气 能够下树 能够通气 收敛 收敛功能 所以喉咙 不利的时候 是喉咙闭所住 那你心里在想张开的话 其实不是 是收敛 为什么 喉咙本来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可以通过去的 那现在读到了 读到了 那你要收的话 你要收敛的话 这个往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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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管道会打开来 所以我们要酸收的药 所以喉咙才会打开来 酸胃 那张忠宇还担心 那个半夏 半夏通力的还不够 把半夏泡到醋里面 乌醋更酸 差点去通力它 所以我们要半夏 我们讲苦酒 就是醋 你不要老师 那个国语歌 那苦酒满杯 那是喝醋啊 我们中间的苦酒 就是醋 你不要说 老师那个苦酒怎么做 不是 已经有了 那种醋就是苦酒 好 这个 酸收 你知道我意思吧 收了四面八方 一收 它就 红龙就打开了 好 就是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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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